洛桥中心下午为获得终身成就奖的美国文坛大佬李锦阳举行一场颁奖典礼 主持人由南加州华人写作协会李氏廖茂俊开场 搭配曾经帮李锦阳整理翻译的李佩兰来介绍他的文坛成就 这个奖项是去年十月份在吉隆坡举行的世界华文周家协会的第九届会员大会的时候 大会通过颁给李锦阳先生终身成就奖 这个奖是一个华文周家的最高荣誉 那因为他年纪太大了去年已经97岁没办法长途去吉隆坡领奖 所以就委托我们南加州写作协会由我来帮他带为领奖 但是呢因为他本人没有领到奖嘛 所以呢我们特地办这一次的颁奖典礼 李锦阳因为在文学以及戏剧上贡献卓越 因此获得第九届华文作家协会给予的殊荣 我当然很开心啊 因为今年是马年啊 这个我要谈马年是吉隆年啊 我就是谈的是好事 所以这个这一次啊 这个我要把这个好事啊 就是运气好 就是三成的这个基因 三成的努力 其余都是运气 四成的运气 可是我啊 就觉得啊 我的运气是高过四成 一个人老了 就是要忙 除写作之外 这是洗碗了 这个没有别的 skill 没有别的这个本领啊 所以我就是拼命的写作 这个写作 就是因为要写作和身体啊 这样不会走下坡了 接下奖项 李锦阳露出亲切和蔼的笑容 回顾他第一部英文小说 花骨歌就荣登 纽约时报唱销书排行榜 也被改编成百老汇音乐剧和电影 之后也编写多个 快智人口的小说以及散文集 长期来担任 北美南加州华人写作协会顾问 因此获得肯定 颁奖典礼简单隆重 有数十位文艺界文友前来管理 中网电视采访报导